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林廷辉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文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林廷辉时间 《这样看中国》节目除了在央广频道播出外 也可以透过央广的官网或podcast的平台收听 而今天节目要谈的主题是 有关于习近平访问越南以及中越关系 为你邀访到了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 我们还请孙老师跟听众朋友打算召唤吗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知道孙老师常常也到越南去 做一个田野调查 这种田野调查其实对了解越南 其实还蛮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越南跟华人社会 其实还是有点相似的 它必须要靠私人情感 可以了解一些更多的一些内涵 我们也看到了今年的越南 其实蛮活跃的 除了拜登我们说 今年到了越南访问之外 越南的总理也到了美国访问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在12月的时候 也到了越南访问 我们想说其实习近平总共有四个出访的行程 年初到了莫斯科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行程到了南非 第三个行程来讲的话 到了美国旧金山 然后第四个行程就是越南 所以越南在中国的心目中 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我们也看到刚刚提到越南的外交非常活跃 美国中国似乎好像都在拉拢越南 到底是越南去巴着中国美国 还是中美之间去拉着越南 这个东西来讲 我们就要请国强老师帮我们解析一下 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背景 为什么习近平在这一次要安排这样的一个出访越南 而且还达成了37项的一个合作协议 那到底除了一带一路这个意涵之外 另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像是主持人所说的 其实越南的地位在 我们看到地缘政治地缘经济 在这些重新震荡的世界当中 越南似乎在那个断层线上面 之所以越南是所谓的断层线上面 当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 整个国际的情势还是 民主跟专制的制度之争 不过这个民主跟专制的制度之争 在专制国家当中 唯一在动的一个地方 其实就是越南 那换言之就是说 中共所巩固的这个专制 或威权的体制 其实正在利用民主国家当中 民主的效率 或者其他问题的这种分裂 国内分裂的情况 其实重新在把这个专制又推向全世界 但是越南就会变成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它变成美中拉拢的情况了 那所以就我所知的话 其实这个不满主持人说 我之前的越南朋友是说 美国在差不多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向越南提议 要把双边的战略伙伴关系 拉高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换言之这是美国的提议 那如果针对像这次习近平去越南 讨论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 那中国可能是更早 可能是在这个习近平提出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 可能第一个邀请的邀请函 就包含了越南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大致上我个人认为 越南其实是受到美国跟中国 双方的邀请函 不断的催促 要让他入场 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或者是这个像是建构 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我更认为其实越南是在 应对美国跟中国的邀请函 然后他在怎么样小心翼翼的 把这些邀请函 把它稀释成为越南所可以接受的方向 或者是甚至是越南共产党 可以接受的方向 就是我目前看到越南 他似乎在美中之间 怎么样利用美国的资源 美国提供给越南资源 以及中国因为要拉拢他所提供的资源 把自己快速的能够提升 那这种情形当然晚近 这个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最近其实很多 美国的专书或者智库 其实也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经济的治国方略 那这个经济的治国方略就是所谓的economic statecraft 其实他就是指说目前其实世界各国都在争取这种经济的治国方略了 也就是怎么样把经济力量变成外交筹码 怎么样在从外交的方面变成自己的经济的提升方向 那也就是我个人如果是从越南的角度 那对越南而言这种所谓的经济治国方略 也就是他透过跟美国跟中国的之间的交往 也就是外交上面的力量 然后提升快速的要提升他自己的经济实力跟经济能力 那当然这种情形他可能有这个副作用或者是后座力 不过目前看起来越南似乎还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战略角逐当中应用的还算不错 是是看起来就是越南有自己的本钱来这个游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 是 但是我们想要问孙老师的就是说 因为你也知道说在整个全球当中 目前的共产主义的或者是社会主义的相关的国家 剩掉没几个 而所谓的纯粹的共产主义的国家也没也没有多少 甚至于是零 是 那习近平去的时候有跟越南讲了一句就是类似这种 中国共产党跟越南共产党之间的这种兄弟的关系 没错 这种兄弟关系其实习近平似乎想要用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个绑架的方式来拉拢这种越南 那我相信这个越南共产党包含像卵富重 他们这些人应该也是一个蛮传统跟典型的共产主义者 是 但是因为现在的越南他们政府也决定在市场经济方面也走向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的这个概念 你能不能从这个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中美之间在拉拢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爆发什么样的火花出来 或者是说越南它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游走在中美之间 是 就像是主持人刚刚点到非常重要的一些情况 也就是越南在游走中美之间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它是用中国的关系来抵御就是美国可能对越南的和平演变 也就是说 颜色革命 是的 要把这个越共这个怎么样排除在这个越南的统治圈之中 那这个是越共或者是现在越南中央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但是越南又需要美国在它的这个海岸 甚至就是像是印度等等 就是建立一个所谓的身在中国旁边的这种所谓的天然的盟友 或者自然的盟友 那这种天然盟友跟自然盟友 当然是暗示的是它能够抗育中国的这种不公平 或者是透过威权的方式或者胁迫的方式进行中国崛起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越南其实刚好都需要美国跟中国的一些这个角力 那事实上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也就是这次习近平去访问越南 其实有很大的共产党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也就是说他整个访问的行程 似乎不断的在提示越南 你是共产主义国家 你不是民主国家 你跟美国其实是骨子里面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些过程当中 当然就像是我们看到就是习近平的最后一战 是跟所谓的中越的友好人士 去会面 当然还包含青年朋友 那其中有一位是我个人就像主持人所说的 我的朋友 是的 那这位私人情的朋友 其实是越南共产党成员 那事实上我们其实在台湾我们的一些 就算来台湾的留学生 其实就算他可能在我们台大政大师大里面读书 其实很多来台湾的留学生 其实他也是越南共产党 当然他可能并不会跟我们讲说 他是越南共产党 那他其实也会 甚至还有很多是领导阶层的 是的 那这个我就没有认识领导阶层 那就是主持人认识领导阶层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讲反共的时候 其实这些越南的朋友 其实他并没有直接讲出来 但是说实在的 他们其实都是共产党 那这些共产党 这个就我所知啦 事实上中共的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 其实对越南共产党到今天为止 都有一些教育训练的支持 所以像是越南共产党 如果他是一个比较是 这个前途灿烂的 或者越南共产党给他培养的话 其实他们会去 中共的中央党校受训 那也就是说 就像主持人刚刚所说的 中共中央党校受训的人 其实包含他的同学 可能是辽国的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学员 那也就是说 您说的 很少的这些共产党的国家 其实到今天为止 还是联系的 就是所谓的 同志家兄弟的这个情感 那这种同志家兄弟的情感 其实这个 像是这一次中国的 这种华丽的代表团 其实也有刘建超去 原因就是 共产党跟共产党之间 他们自己有 他们自己的外交部 那就像中共是中央联络 这个中央对外联络部 那这个其实 这个越南共产党也有 越共的中央对外部 党对党的 是的 党对党的这个外交部门 其实我们在这次也可以看到 那当然最后补充一点的话 就是拜登总统去越南的话 他不会去胡志明的木线上花圈 但是习近平去 就会去胡志明的木线上花圈 那这一点当然 这个延续所谓的中越的 第一代的这个领导人的 这种革命情感 就像我们在这一次可以看到 也就是越南 他怎么样在这个两边游走的过程当中 所展现出他自己的这种地缘政治 跟地缘经济的目前的优势 是 我曾经在好几年前 刚好在河内的时候 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走过了这个古巴驻越南的大使馆 是的 然后也看到了这个卡斯楚以前到越南 访问的时候所停留的地方 居住的地方 那因为刚好遇上了卡斯楚离世 所以呢那时候越南 哇这个好多到大使馆里面去 这个调业的 那一个现象 以及那一个花圈之类的这种东西 这摆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就是说他们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来讲 这种友谊的关系 其实外界难以想象 而我们常常踏入了一个误区 我们常常讲说 好吧 那你说民主同盟关系 或者是民主联盟关系 那你越南要不要做外交 那美国要不要做越南的外交 美国如果说真的对共产党的这种概念 恨之入骨的话 那美国为什么要把越南这个拉到这么高的一个位阶 因为我曾经也听过越南朋友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当时川普总统上台的时候 曾经有一连串的电话要打 当然不是只有跟蔡英文通电话而已 他把越南从后面的40多名的名单 拉到最前面大概排名15名以内 也就是说川普他们阵营 他们也是对越南的这个重视程度是很高的 对啊 那所以我们想请老师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说这一次习近去 除了这37项协议之外 有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值得眼睛一亮 那个其实主持人讲 这个37项协议其实很有趣 原因就是说我其实也一直在 那个找这些这个原始的 就是说这个全文 但是一直还是找不到 协议的全文 对对 协议的全文 这一次其实也很有趣 因为那个就是习近平跟这个越共对话完之后 我们看到很有趣的双方是把这个所谓的36或者37项的协议是把它摊开来展示的 那这个是我们基本上在国际的场域当中非常少见的情形 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装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节目稍后回来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 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节目有两个信箱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Podcast平台 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请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林廷辉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了 那我们今天谈的议题是习近平访问越南以及中越关系 那刚刚不好意思打断这个孙老师的谈话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要进入到这个比较主要的政题的部分是涉及到到底中越到底在合作什么议题 刚刚有提到37项协议 那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跟越南之间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后后来也因为这个文字上的争议 有一些媒体露出就是有关于这个所谓的什么共同未来 然后你刚也提到跟美国之间是全面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先不谈美国 我们下一次有时间我们来谈美国 但是我们先主要来了解一下 这所谓的习近平提的这几项倡议 而且还有提到一带一路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知道说目前为止真正可以算是中国跟越南之间的合作的 应该算是河内的一条地铁 到底因为有之前传说越南根本就不想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 而只是表面上去参加私底下任何一个相关的这个计划或者项目 都基本上是排除中国 比较是希望日本来投资的 那所以像这一类的东西 您提到的就中越之间的合作内容在这次有什么看点 是当然最主要的两个看点 当然就像主持人刚刚所说的 就是越南在这一次在某种他自己的框架底下 算是跟中共达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某种的默契 那另外一点也是中共一直想推动的就是 轨道要进入到越南的部分 特别是直接是从这个南宁就是广西的地方 直接要进入到这个越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就是北京为了确保 就是这种同志加兄弟 就是让核内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持续能够发展了 那也就是这个北京他必须要确认就是 他在习近平这种新时代两国关系的新定位 那明确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方向 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开辟新的前景 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所谓的新的合作发展方向 要注入新的动力 也就是说重新要激活这个中越之间的这种动力的情况 所以呢当然我还是讲一下 就是说我所观察到的一个情况就是 国外媒体很早就是写37项 但事实上包含越南跟中国的媒体都是写36项 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把每一项的这种合作的 不管是备忘录或协议摊出来 所以我个人在怀疑缺的那一项 也许是很明确的是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可能其中是一项备忘录 但是最后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完成 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36项 大致上就是在党际交往 防务 部门跟地方的合作 司法 传媒 发展对接 经贸投资 数位经济 绿色发展 农产品的准入 水利 海上合作的领域 达成这个36项了 那这个36项当中当然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越南让步了 这个越南让步就是他在边境上面的这个轨道 他开始要跟中国对接了 原因是越南一直认为就是 他在这个铁路上面的对接会有国家安全问题 尽管他跟中国这个朋友在讲的时候 不会讲到这个了 就是说他在同志上面 那所以呢在这些联合声明当中 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最重要具体成果就是 共建一带一路跟两郎一圈方面 双方表示推动中越跨境标准轨的铁路连通 那这个是越南一支原来不让步的地方 那换言之 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 是的 我们如果举上一次这个金正恩 对 他进入到中国坐火车一直到越南 因为他到越南要跟川普见面的时候 到了中越边境上面换火车 对 为什么要换火车 因为那个车铁路的铁轨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越避免 因为他刚提到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嘛 对 避免说直接火车长驱直路 然后攻陷河内之类的 那所以才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如果这样的越南的考量又是什么 越南的考量当然就是我们必须说 可能越南也认为这个 他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就是轨道的不一致 意义已经越来越不大 原因是中国在推动这种所谓的 也就是也许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那金正恩当初就是 他其实就从标准轨要进入变成迷轨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从标准轨进入到迷轨的情况 他就出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那所以呢 在这一次双方所探讨的就是说 他们要研究推进 其实还是停留在研究推进 是是 老街 越南老街河内到海防 这个标准轨的铁路建设 然后开展铜灯到河内 盲街下龙海防标准轨的这个铁路研究 那当然还包含就是边境地区基础建设的对接 其中主要的就是 中国的巴萨到越南的巴萨红河界河的公路大桥 那当然这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们原先从越南朋友口中所听到的 他们在抵挡的部分 其实是这一块 那在某种情况我们也必须说 可能越南也准备好了 之所以越南也准备好 就是说他们之前有很多的计划 其实都是在做中越的边境的研究 那这种中越边境研究 就我所知道他们最新的一些计划 已经就是说 他们为了原先的中越边境研究 他们现在也扩展到整个就是 这个越辽之间跟越浅之间的边境研究 也就是他们其实也在 越南也在学中国 因为中国其实也是非常晚 尽才在把他的边境重新再做研究 那也就是真的是实地的调查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越南他其实也在做这种边境研究 当然对他们而言最大的这个威胁是来自于中国 换言之 在某种情况 也许他们得到了某一种的结论 不过我个人并不是很清楚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也就是说也许现在还在在陆地上 透过这种传统轨道式的这种不方便 来阻挡类似也许的外军的入侵 可能已经不是很现实的问题 追问老师 就是问题太多了 刚刚你提到那航线跟越南的观光圣地 是都比较有关系的 但是我要想一个是 因为这一次其实有人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说其实我们到越南去过 其实他们的铁路非常不发达 也不方便 那从北到南来讲的话 他们靠的还是用航空器 那所以说未来来讲的话 有没有可能中国要帮越南盖高铁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在网路上都有人在探讨这个议题 但是越南有没有那一种 就是说我到底是像美国来讲 它铁路也不是说很发达 但是它航空真的是非常发达 到底越南要走哪一条路 就是说那它如果要盖高铁的话 新岸线因为他们是说新岸线的成本太高 那中国高铁的这个成本比较低 辅度也比较快 那在中南半岛当中呢 就是说对这个过往来讲 有一条铁路从云南已经拉到了永征 也就是辽国的永征 那未来他们也试图从泰国一直到新加坡 那所以越南这条线呢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 还是说只是在研究的阶段 我个人认为就是它是在研究的阶段 原因还是在于就像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 越南这个南北是非常狭长的 那这一段其实对越南目前的经济情况 还支撑不了 而且就是越南民众的基本的这个人均GDP 可能也还没有办法支撑 那换言之据我所知 他们目前还是主要是以这个高速公路为连接 南北的最主要能够进行开发的这个重点 那当然未来不排除就是有这种这个南北的高铁 不过就是还必须要看这个越南未来的经济发展 可不可以持续那否则的话其实这个主持人刚刚已经点到非常重要的 也就像是越南一些连价航空 其实它已经目前已经大致上可以满足这种越南的这种地理条件所需要的 特别就是连价的这种部分了 所以看起来目前短时间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的合作 特别是铁路的合作部分 还是处在一个研究的一个阶段 那其他的部分有没有值得我们注意的 其他部分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非常有趣的还是这种命运共同体 因为命运共同体其实从习近平或从中共的角度照理说 还是应该共产党的国家应该最早接受的 那换言之我们也知道最早接受的是辽国 的确是中共所设想的 就是这种命运共同体至少从共产党的国家开始 然后慢慢扩展到威权国家 然后最后渗透到所有世界各个国家 那换言之就是把中共的所谓的天下观 或者所谓传统中国思维的天下观 要重新推展到全世界 但是这种天下观 因为我们都知道天下这个概念 其实是非常中国的 所以它就是透过所谓的英文的这个community的概念 来往外推 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国外媒体 其实对于这次中越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想法 跟他最后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声明 是直接就讲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了 那但是一开始就是 我们如果仔细去关注这个 中国跟越南两个总书记 在提联合声明的时候 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没有出现 那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出现就是 在联合声明的时候 就是第一天的时候 其实所提出来的越南是讲说 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越中共享未来共同体 那这个是包含越南文跟英文都是如此的 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双方发表了这个所谓的中越的联合声明当中 标题就提到的越中命运共同体 那这个越中命运共同体 它的确就出现了变化了 原因是我们可以看到 越南的越通社的中文版本 其实也是用中国中共的这个中文版本的标题 是一模一样的 那除非越南本身还是维持它的这个越文本身的 所谓的越中共享未来的命运共同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越南在口头上或标题上面似乎接受了 换了36项中共对越南的支撑的这些好处 但是呢 越南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说 它并没有全然或新然进入到这个中国命运共同体的这个话语轨道 那也就是说它是有它自己保留的 那这种保留代表的是越南未来怎么样解释 它所参加的这个中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 其实它自己有诠释权 而不是完全把这种话语权 让渡给北京 也就是河内还可以保持 而且从越文或者英文的角度 它其实还是一个未来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换言之也说这种未来其实是要共商共建的 这种共商共建只要不符合越南的国家利益 似乎越南随时可以这个撤手的或者是撤退的 看起来这个越南未来的做法跟中越之间的关系 还是有的值得观察的一个地方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 今天探讨的主题是习近平防御越南以及中越关系 为你要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 节目美生呢 如果听众朋友对央广每周一到周四晚间 9点半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建议 欢迎email到节目信箱 2020.rti.org.tw 而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央广的官网或Podcast平台 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 我是主持人林廷辉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